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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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姊妹平安 歡迎來到中橙院華人浸信會6月21日的粵語崇拜 我是嚴崇宇全道 特別歡迎你是第一次參與我們網上崇拜的 歡迎你 也希望你可以來到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cbccoc.org 去瀏覽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不同的活動都是在網上進行的 歡迎你來參與 也希望你可以藉著教會網站的聯絡 跟我們的教育同工聯絡 我們很希望去認識你 那麼有兩項報告事項要大家注意的 首先如果你想參加我們教會的 門徒訓練課程 101課程的話 你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我們上面已經有個QR Code 或者一個網址 可以給大家在網上去收看這個課程 另外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今天是父親節 首先祝所有的父親父親節快樂 我們兒童部預備了一個短片 來祝所有的父親有一個快樂的父親節 請大家一起觀看這段短片 字幕提供 成功 we can trust him we can trust him yeah oh yeah if there's one thing we can count on if God will never let us down and we can trust everything he does he keeps his promises we know because yeah the word of the Lord holds true we can trust him we can trust him yeah the word of the Lord holds true we can trust him we can trust him yeah the word of the Lord holds true we can trust him we can trust him yeah the word of the Lord holds true 我们能相信祂,我们能相信祂,我们能相信祂,我们能相信祂 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经买我们的主 今天的宣诏经文是在耶里米书29章11到12节 耶和话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次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我们一起祷告 传言的上帝 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本心感谢你今天早上 让我们能够去到你的金钱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 对我们各人的看顾 也都保守我们各人的健康 父下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父亲节 是所有父亲的日子 也都是纪念你的日子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位慈父 也都是真是向我们各人施恩 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设立父亲 让我们各人都有一位父亲 从出生到长大都去看顾我们 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求你祝福所有的父亲 赐给他们喜乐平安 让他们远离一切的病痛 受伤和撒旦各样的攻击 求你都将智慧和淑灵的生命 加倍的赐给他们 让他们身心灵 都是有美好的健康 也都是借着他们的生命 来祝福我们各人的家庭 让你继续去保守他们 也都是在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侍奉 他们的地上的日子 都是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在这个时候 都是藉着 因为都是继续纪念 这个疫症 我们继续去恳切的祷告 我们也都求你 继续去医治 每个受感染的地区 我们已经看到新闻 已经有800多万的人 受感染 这种COVID-19的病毒 也有超过40多万的人 已经因此而去世 还有我们听到这些数字 都是感觉到忧心 求你都是去向他们私隐 向那些受感染 失去亲人的家庭 肯切的祷告 求你赐下安慰 也都是继续去医治 那些受感染的病患者 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 我们都继续去为 所有前线的医护人员 来到肯切祈祷 求你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家人的安全 研发疫苗的 求你都是继续加添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能够尽快来培育更多 有效的疫苗 来到保护更多的人 我们也都为世界各与各之间的对抗 或者是有些的战争 或者一些的国内的动乱 我们都肯切的祷告 求你一一的诗恩 让这些的动乱能够因此平息 我们也都为我们所有的信徒 我们所有的被称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都要肯切的祈祷 求你继续装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 教导我们不要去和世俗为友 让我们是和世界不一样 让我们能够去影响世界 你怎样教导我们去行事为人 求你都给我们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能够是终人的榜样 亦都是因此我们的言语行为 亦都是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盼望人家看见我们 看见你的爱 看见我们的行为 我们看见他原来真是相信 会有一位真神是掌管万有 求你去赐福 使用我们 我们都继续为今天早上的崇拜 祈祷 求你都是祝福我们各人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亦都我们因此听了道之后 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 愿你带领我们如下时间 我们这样恭敬交托 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Amen 当我每天举手赞祢 耶稣祢永远伸出防备 感激主 慈下音点每天保护我 让我坚强 让我担忱 来尋求祢面 来尋求欢喜 来尋求看贵 定会找到靠意 无人能隔着 任我上帝的爱 回应你奉识恩言 将一切奉献 来尋求祢面 来尋求欢喜 来尋求欢喜 来尋求看贵 定会找到靠意 无人能隔着 任我上帝的爱 回应你奉识恩言 将一切奉献 将一切奉献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写命 作多人的属家 之后让我们一起去公读 今日信息的经文 在《雅各书》 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海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 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第二节目早晨 很高兴今天早上 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会继续去研读《雅各书》 这本书我上几次都有看过 是一卷很好的书卷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 究竟我们怎样将真理能够活出来 雅各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指引 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 我们今天订的题目是叫做 《不要为明天夸口》 我们会研读的经文 就是在《雅各书》 《四章》 《十三》到《十七》 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和经文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教育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将来 如何去计划我们的将来 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梦想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希望有方向 当我们有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定立一些目标 我们有些计划 希望能够将我们的目标能够达成 比如个人来说 做学生的话就会去订立目标 如何可以完成他的学士学位 甚至是碩士学位 甚至是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 他可能会订立另一个目标 希望可以找到工作 一份好好的工作 或者在继的设立目标 我怎样可以转去另一份工作 这些都是很多人会设立这些目标 另外在健康方面 有些人都会订下目标 怎样去减肥 或者怎样去让自己的身段这么渺小 这些都是可以 很多人都会订立这些目标 或者在娱乐方面 他们会订立目标 我今年会去哪里玩 去哪里旅游 何时回香港 何时去其他地方旅游 这些都是很普遍 很多人会订立这些目标 如果你已经有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或者你已经有你的配偶 可能你们订的目标 不是个人的了 就是会有共同的目标 希望一起去达成 如果已经有男女朋友 感情发展到一个订婚的阶段 他们可能会共同地订下一些目标 可能会想一下 什么时候筹备他们的婚礼 去哪里结婚 请什么人 很多的计划 甚至他可能和时间也会想一下 他们为他们将来的安乐来预备 究竟将来是租屋 还是买屋 这些很多计划 他会订下 结婚之后 可能也会很快想一下 他们什么时候计划 什么时候拥有他们的下一代 当子女又长大了之后 结婚一段时间 可能又要多一辆车 可能又要买车 也会订下这些目标 就是子女又开始大了 又开始预备他们的大学学费 他们可能同时也会想一下 如何去投资 让他们将来的生活会稳定 可以供养到子女的读书 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去计划 当我们要去定下这些目标 为我们的将来预备 将来计划的时候 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今天我们看的雅各书 由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 我们会讲到这个方向 其实雅各书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段落 可以说他的对象 是特别是对着一帮有钱的人 或者雅各会形容他们是一帮贪爱世界的人 由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六节 其实雅各用一些很重的语气 来警告当时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能够为将来计划的一帮人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吸取一些教训 一些提醒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去计划将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是否正确 我们的心态是否土神喜悦 刚才讲到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六节 其实是一个大的段落 如果按照雅各书整本书卷来排列 它是属于第六个段落 它的主旨是向着一帮财主 他们一帮附足的人来讲解 去纽正他们一些错误的思想 那为什么说第四章十三到五章六节是一个段落 其实我们有些线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看到四章十三节和五章一节 分别有一个很特别的座语词 这个我们的广东话读作为害 这个字其实是在整本圣经里面 只出现过两次 就是分别这两节的经文 所以很明显这两节的经文 或者两段的经文是平衡的 也是讲到同样的对象 我们看到四章十三节 没有表明究竟他们的对象是谁 但我们看到五章一节 亚国就很清楚指明 责备的对象是一帮做生意 亦都是附足的人 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 NIV版本 我们看到亚国用中文翻译的 亚国应该准确去翻译 是叫做now listen 即是你们现在要听 你们这帮富足的人 你们要来听 我们看看亚国如何去责备 或者如何去教导这帮富足的人 或者这帮做生意的人 我分别用四点来讲解 由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的四个要点 我们先看看第一点 亚国第一样要向那帮做生意 那帮富足的信徒 第一样提醒他们 就是和他们说 人生是变幻莫测的 我们看亚国书四章十三节 他们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哪里住一年 作买卖得利 那其实亚国要向那帮富足的人 向那帮做生意的人 他们经常讲的一些说话 来作一些批评 他们讲这些说话 是什么说话呢 今天明天我们要去哪里做生意 那里要去住一年 这样我们赚 希望得到什么的盈利 那其实呢 这些说话呢 是很平常的 基本上呢 可以说呢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都可能会去讲的 或者呢 我们会说 明天我们下午呢 要开个会 明天呢 我们夜晚 要跟谁去吃饭 或者呢 我们未来圣诞节呢 我们可能要订机票 要回香港 或者明年呢 我们计划呢 去哪里探亲 或者呢 可能你已经 就来退休了 他说呢 你开始计划 希望呢 三年以内呢 就可以退休了 或者呢 要计划一个 新的一个 的阶段 或者呢 一个的 搬屋 移民 很多很多的计划呢 其实我们这些话语呢 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事实上呢 这些类似的对白呢 其实在圣经当中呢 都是有很多的例子的 每个人去为自己的将来去做计划呢 其实是没错的 是一个呢 有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的表现 但是呢 阿狗呢 却是在四章十四节呢 去指责那些 整天会说这些类似说话的人 他怎么说呢 十四节说 其实呢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露 出现小事 就不见了 阿狗呢 其实呢 他在指责 这些 常常会说这些说话 常常会觉得 他能够完成 Plan A Plan B Plan C的人 阿狗呢 他指责他们的心态 不对 其实呢 我好想告诉他们 你们知不知道 生命其实很短暂的 人生其实好像一片云露 我们不知道明天是怎样 你知不知道明天是怎样 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没有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没有人会预测到 我们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阿狗很想去向这帮人 或者包括我们 告诉我们 其实生命是很脆弱的 人生是无常的 当我们要去计划A计划B 当我们做很多这些 准备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神会将我们的生命带走 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让我联想到耶稣的一个比喻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 他都说 耶稣说 你这一个人 谁立我作你们断时的冠 给你们分家业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加度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封城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 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怎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 拆掉 令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 职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 接着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的职财 在神面前却不附足的 也是这样 在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到有一个财主 很努力建造仓库 储蓄他的财富 粮食 预备有一个 他的丰富的晚年 富足的晚年 希望可以说 他预备他自己的退休金 安枕无休 他前面的将来很安稳 很有安全感 但是神却对他说 你知不知道 你这些所有的准备 可能都会白费 因为我今晚就会 拿走你的灵魂 耶稣称这个的比喻 称这个的财主 为一个无知的人 耶稣这个比喻 和雅各书四章十四节 是可以说互相呼应 其实都会说到同一样东西 当我们很有把握 去为自己计划将来 做很多预备的时候 我们可能忘记了一样东西 我们忘记了 我们无办法完全掌握 我们的将来 因为生命是变幻无常的 神可以随时去拿走我们的生命 神可以让我们的处境 变成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活在这个时间的人 我们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刚刚过去 短短四个月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们无法想象 短短在四个月内 竟然一个COVID-19 这个病毒 是奪走了超过 八百多万人的生命 也是让这个世界 是几乎癱瘓 我们看到娱乐界的癱瘓 电影院的关门 看到航空业货 运业受到深远的影响 看到旅游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汽车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有的商人 所有的公司 都无法想象到 原来短短在四个月内 他们的公司 可能面临倒闭 甚至是结业的危机 其实人生是变幻莫测 这种的情况 其实在圣经当中 已经是记载得清清楚楚 我们在圣经当中 其实神已经预备了 几卷的智慧书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能够吸取当中的智慧 来到去应对不同的情况 好似针言来说 其实是教导我们去明白 我们在平常生活的当中 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而约伯记 其实是一个 给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反常的情况 反常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约伯记 给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智慧 而传道书 给我们是一种 当我们遇到生活是无常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面对 其实这三个方面 可以说 简单来说 跟水的分子来做一个对照 好像 针言所说的平常智慧 好像我们所说的 我们平时看到的兵一样 我们能够 看到摸到 掌握到 这种是平常智慧 另一种智慧 因为神给我们就是反常的智慧 如何面对反常的情况 当我们好像 我们面对一些 遇到龙霧的时候 我们知道 刚才所说的 霧是很短暂的 很快就会消失的 当这种反常的状态 我们如何去面对 而传道书说到 无常的智慧 好像水的一样 它是一个固定的形态 你在什么的容器里面 它会变成什么 一个无常的状态 其实当我们 在圣经的当中 我们能够明白 其实这些智慧 早就已经记载 在圣经的当中 究竟我们有没有去吸取 究竟我们有没有去 将这些智慧 藏在我们心里面 从而我们去面对 我们的人生 好像传道书 三章一到二节 这里说 万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也有时 圣经 其实明明向我们表明 其实我们的人生 是有定规的 但这个定规 不是我们能够所掌控的 这个是神所掌控的时间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明天是会怎样的 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办法 可能有很多人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不肯接受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跟神来对抗 用各种方法 来希望把我们的生命 去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但其实这种 是一种狂妄的行为 我们之后看一看第二点 雅各在向这些附足的人 去训话当中的时候 他要这些附足的人明白什么 第二点就是说到 其实这些附足的信徒 你们要知道 我们其实的目标 不是去去扩张 或者去稳定我们的生活 其实神希望我们所有的信徒 将我们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放在 专注在神的旨意身上 我们看一看 今天之后的经文 在雅各书四章十五节 他这里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在这里 雅各向我们表明一个正确的态度 如何去计划我们的将来 我们将注目放在主若愿意 这四个字身上 为什么雅各要强调 我们在对话当中 我们要加上主若愿意 这四个字呢 其实我们回顾那些商人 或者去回顾我们日常生活 你所说的话 一些商人说明年去哪个地方 去那里做生意 做一年 然后去一些的 赚了钱之后就回来了 或者我们在一常生活里面会说 我们可能 圣诞节要回香港 或者去明年有一个计划 或者三年以内我们会退休 这种种的计划里面 雅各想强调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们去讲这些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去策划这些的时候 究竟我们有没有将神 放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我们的考虑当中 究竟我们有没有去记得 其实我们是有一位主 是我们要为祂而活的 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间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 忘记了原来我们是主的仆人 我们是忘记了我们是一位主人 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雅各就将我们的注目 带回来 让我们去明白 究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究竟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主 在掌控这个世界 我们的生命是要顺服它 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有这个角色 我们在计划当中 是否忘记了这个重要的顺色 重要的考虑 其实在圣经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榜样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如何去为我们的将来 来计划 一个很正确的心态 在马太福音8章2节 记载了 有一个掌大麻风的人 来拜耶稣 就跟耶稣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我们见到那个掌大麻风的人 他可能很之前 已经计划了去见耶稣 可能在计划当中 他盼望耶稣能够医治他 但是他这个 没有抱着这个十足的把握 他就只能够 跟耶稣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这个讲道 他将主权 交给耶稣 这个 我能够得医治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 不是我自己的计划 是因为你若肯 其实雅各在这里 很正面地去教导我们 去纠正我们的错误 去教导我们 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将来 如何去策划我们的将来 各个提醒我们 要加上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 就是说 在同样的计划当中 我们要加上一句 所有的计划 只不过是一个提案 拍板的权 最后的权 最后的落实 是由 在主的手中 如果主同意的话 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主不同意的话 是不准的话 这个全盘计划 都会报销的 所以其实 架架教导我们 要将这个说话 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我们不能够 每一天我们说 我们的说话 今天我跟你吃饭 加上主若愿意 我与你今天一起吃饭 或者主若愿意 我们在宏城见 我们下个星期 即是 我们不需要 啰啰啰 将这句说话 放在我们日常生活 实质去说出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句说话 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说 是一个信徒的潜台词 雅各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要将这四个字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其实当我们愿意 去说出这些说话 即是表示 我们是对上帝 对神 对主 是一种敬畏的态度 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 掌握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位主 是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将主权 交回给神 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不会自高自大 我们就不会骄傲 去说出一些 夸口的说话 如果你还记得 两个星期前 我所说的 讲到的题目 是叫做 如何避免与世俗为友 在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 其实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 其实是雅各警戒信徒 千万不要与世俗为友 当我们去计划将来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主的意愿 我们在另一方面 反省一下 究竟我们的计划 是否和神的计划 是相融合的呢 还是我们 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来策划很多的计划呢 究竟我们的计划 是否土神喜悦的呢 如果你还记得 我上次讲到的当中 做了一幅图 其实是表达了雅各 对所有信徒的一个警告 是警告我们千万不要与世俗为友 因为这是一个淫乱的行为 究竟我们是否专注在基督身上 我们是否去想起我们的人生的计划 是否为了主呢 还是为了自己呢 或者好像我们沾染了世俗的一些思想 我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欲 我们的需要 或者我们里面的一种欲望 在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 仕途约翰说 他警戒信徒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再贪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欲 看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唯读 遵行神旨意的事 永远常存 这几只经文 如果应用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能够去做一个评估 或者一个反省 究竟呢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所做出的计划 究竟是不是出自神的旨意呢 还是我们是一帮爱世界的人 我们所作的计划 只不过是为了满中我们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这个是我们各人要反思的 在二塞亚书五十五章七到九节 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 他都说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随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述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让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其实这几次的经文 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究竟我们有没有将神的道路 我们有没有看宠神的道路 我们有没有尋找神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往往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或者用了我们去做一些计划 只不过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 而忘记了其实神的计划是好得无比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计划 是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提升的计划 特别第九字 他说天怎样高过地 我的道路就会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很喜欢 就是我去查考原文的时候 原来那个意念的字 其实可以翻译做计划 当我们去想想 当以赛亚书这几次的经文 以赛亚作出一些对照的时候 其实以赛亚想表明 其实我们自己所想的计划 和神的计划是无法比的 神的计划是远远好过我们的计划 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宣教的经文 他说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叫你们没头有指望 这个英文翻译 那个意念就是plan的意思 刚才我和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 其实神给我们的计划 是让我们得平安的 不是降祸的计划 是让我们将来有盼望的 这个计划是好得无比的 究竟我们有没有去寻求呢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12到13节 他说 你们要呼求我 讨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其实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 原来这些计划 已经在神的心中 我们只要去呼求他 向他祷告 寻求他 我们就会知道 一个好得无比的计划 在马太福音六章33节同样的 也是说 耶稣去劝谓所有的门徒信徒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兄姐妹 当我们去计划将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想一下自己 究竟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 我们所有的欲望 究竟是否在神的角度里面呢 是否我们的注目是否专注在神的角度上呢 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注目 放在神的角度里面 选上神美好的计划的话呢 我们必能行这条蒙福的道路 必是一条很神喜悦的道路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点 我们看第三点 雅各提醒所有附足 他们要去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要提醒他们第三样要注重的东西 我们要让他们明白 其实我们要谦卑承认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 在雅各书4章16字里面说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这里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些很严厉的词汇 来去责备那些附足的人 究竟在这里用了什么词呢 他用了张狂这个字 究竟张狂是什么意思呢 张狂在希腊原文来说 说他们是一个傲慢的态度 骄傲的态度 雅各指出那些 他满有信心 能够去计划将来的人 他说他们是一帮张狂的人 即是说他们会自己和自己说 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借着我自己的能力 都能够持续 这些是一些张狂的语言 他形容这种以张狂夸口的表现 是恶的表现 如果我们看回第四章的内容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 与世界为友的表现 亦都是爱世界的表现 是一个淫乱的表现 这个是不讨臣喜悦的 在针言二十七章一节 他这里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在这些经文也是同样 好像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一样 我们人生就好像一片云露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不能够为明日自夸 其实这个主题里面 不断的重复 让我们明白到 其实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要承认自己 只不过是受造之物 我们没有能力掌控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今生今生信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我们看最后一点 哪个要去提醒那些富足的人 要明白知道他们不要知而不恨 我们看下最后一节的经文 在四章十七节这里说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其实我们知道罪 其实是分开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不对的事 我们就表示犯罪 但是如果是一些对的事 而我们不做的话 在圣经当中 都是属于犯罪的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 圣经已经将神的旨意记载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知道 什么事应该做 什么事不应该做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只是注目在 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忽略了 应该做的事 我们没有去做 圣经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看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说 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 于教训督扎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时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的功用 其实说得很清楚 是帮助我们先去归正 让我们去远离恶事 之后 让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 是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神的旨意 就是先我们不行恶事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 来到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能力 来到去行善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弟兄姐妹 究竟你知不知道 神要塑造我们 要我们去读圣经 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改变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我们能够去行善 我想引用两段的经文 来到去提醒我们众人 包括自己 要记得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去行善 分别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 这句话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黑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寸 我病了 我在监虑 你们不来看顾我 接着在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说 王又要 王又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 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盈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去 这个讲到 神要将来要审判众信徒 他基本上说到 如果你是没有去行善 你是没有去关顾那些 在你身边当中最少的人 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可能我们就要去到永盈去 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责备 其实当我们不去行善的时候 可能我们回想 究竟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真的有确据呢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有神给我的生命呢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各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们是主的仆人 好 我呢 最近呢 网上看回一个 关于打工仔的八大忌 我觉得呢 可以应用到信徒身上 这八大忌是说什么呢 这个话呢 说你又不听 听你又不明白 明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错 错你又不肯认 认你又不改 改你又不服 不服又不说 这八句的说话 其实呢 可以应用到我们信徒身上 究竟我们知不知 神的心意呢 当神已经跟我们说了 我们已经听了 我们已经明白了 究竟我们有没有去做呢 我们做了 我们做错 我们有没有去认错呢 我们认错之后 有没有去悔改呢 改了之后 我们是否心甘情愿 继续去侍奉我们的主呢 还是呢 我们呢 屈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去假循服我们的主呢 其实呢 这八个的 八句说话 可以说呢 都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都是要记得了 究竟我们去侍奉神的态度 是不是土主喜悦 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重点 雅各提醒我们这些富足 或者呢 我们有钱 我们要能够做生意 或者呢 有能够为将来计划的人 给我们一些警惕 第一样的警惕 第一样的警惕 我们要回顾我们 就是知道 我们人生是变幻莫测的 第二个雅各要提醒我们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的任务 我们应该是专注在神的旨意身上 我们不要再去选择世俗的一些方式 我们呢 不要呢 去放大我们的私欲 我们呢 人生 不要只是为了满足我们 内心的欲望 究竟我们 是不是土主喜悦呢 我们是不是遵行主的旨意呢 第三点雅各是去提醒我们的 就是我们应该要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受造之物 我们应该甘心的去顺服我们这位主 最后 雅各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知道要行善而不去行的话呢 都是犯罪的 今天呢 我想说 我们说 不要为明日明天去跨口 其实呢 这个题目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 其实知道呢 核心的问题 就是 究竟 我们各人知不知道 我们各人真正的身份 和真正的定位 让我们一起祈祷 趁我阿爸父 让我们众人恭敬到你面前 主啊 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有犯错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言语上面 我们心态上面是得罪你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我们各人其实是很渺小 我们忘记了你是掌管万有的主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策划未来 我们去定立一些的目标 定立一些的计划 我们都没有将你放在计划的当中 没有将你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当中 求你要恕我们过犯 主要求你继续去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亦都在我们将来的日子 当我们去计划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要清楚知道 主若愿意 这些计划才是可以成就 求你给我们在这些未来的一些策划当中 都成为我们各人的操练 用我们操练我们的心 是套你起源 操练我们的心是一个仆人的心 是一个是专注在你事工上面 专注在你的旨意上面的一些心态 求你都是继续帮助我们 我们承认我们软弱 但我们知道你是继续会向我们施恩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越来越像主耶稣的一位人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我们不断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善 来彰显你的荣耀 愿你带领我们各人的生命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我救主耶稣 也都帮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去依靠我们的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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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音乐 沙昺 音乐 音乐 统筷 音乐 音乐 eten 能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盡一片魂霧 出現小事就不見到 何必計較那得實中路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 不必大人有你同在 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 因我知道盼望因你以來 耶穌捉緊我雙手 有你的恩典我變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你面 使我必得見過 耶穌捉緊我雙手 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抱著平安 感謝你為我所編成的一切 明天沉默你還是不知道 如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盡一片魂霧 出現小事就不見到 何必計較那得實中路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 不必怕因有你同在 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 因我知道盼望因你以來 耶穌捉緊我雙手 有你的恩典我變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你面 使我必得見過 耶穌捉緊我雙手 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抱著平安 感謝你為我所編成的一切 耶穌捉緊我雙手 有你的恩典我變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你面 使我必得見過 耶穌捉緊我雙手 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抱著平安 感謝你為我所編成的一切 愛慕神業 賺美慕神的魂 愛慕神的魂 愛迫悲天 愛慕神的回省 赞美主人 尊师天官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星之圣灵 阿们